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绿色是肺细胞 红色是这样的病毒 后来做了一个电子显微镜的照影 你可以看到细胞以及这个箭头所指出来的病毒 圆形的黑色的这样的一个颗粒 因此大家开始非常恐慌 当我们看到好多人要开始说我们要好好的洗手 要注意个人的卫生 大家就疯狂地去采购清洁液 造成很多很多的市面上都缺货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在想说我们现在如此注重很多清洁的这样的问题 我在想从民宿记的十九章 其实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 告诉我们耶和华 告诉以色列人 他们自己来做他们自己的清洁剂 他们用了一头红母牛 把它宰杀以后 烧成了灰 加上牛西草 加上香柏树 加上红色的线 烧成了灰以后 调水来除去老百姓他们的嘴 先不管他香柏木或者是牛西草 他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一种神奇的功效 但是这种外在的洁净的仪式 到了新约的时代 主耶稣他来提到 他必须要来洁净我们的时候 就让我想到在诗篇五十一篇 大卫跟八十八犯罪以后 大卫写了一首诗篇 就要在里面提到 神用牛西草来洗净他个人的罪念 当了新约的时候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 跟法利赛人 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 这群法利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责备耶稣说 你的门徒 他们吃饭的时候不洗手 没有注重卫生 没有注重清洁 到处传染 那么马太福音十五章 到后半段第十节开始 主耶稣就把他的门徒叫过来 给他们讲了一句话 说在吃饭的时候洗手 不洗手 这件事情关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入到口里面的不能污秽人 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才能污秽人 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 奸淫 邪念 谤毒 毁谤等等 那个才是会污蔑人的 所以当我们在疫情期间 我们在洁净我们自己 我们在洗涤我们自己 像谢伯来书第九章 他重新告诉我们 我们在旧约当中的这种繁文入节的礼仪形式 只能在我们的外在方面做一个清洁 他并不能够真正除去我们的罪 而西伯来书的第九章 耶稣基督的来到 他借着他自己的血 永远的灵 一次的献上来除去我们的死心 好叫我们来侍奉永生神的上帝 我觉得在这样这个疫情严重的环境环节当中 弟兄姊妹们 我们继续地保持我们自己身体心灵的健康 我们不只是住在外在的洁净 我们也更要注重我们内心的圣洁 而这个圣洁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 他全然的救赎才能够达到 愿弟兄姊妹们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